教会的让小梅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分享什么话 我们首先做一个祷告 今天因为每年以首的请 开始请 今天小梅选择的主题是与神同行 小美来先读 刚才主席所读的经文 月博记第22章第二岁节 你与神和好 就可以得平安 这样福乐就必临到你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神教导我们 我们需要跟神和好 我们如此行的话 在经文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 在创世记第五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里面 你说 以那并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以那和神同行 所以神把他娶去 他就不在了 以那他一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所以他每天都与神同行 生活在神 跟神一起生 所以在另外一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所以在另外创世记里面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也是与神同行的一位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事的地义 我们就需要去读圣经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里面讲到 你们研究圣经 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 其实为我作战的就是圣经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只要去认为圣经中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如果我们去研究读圣经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耶稣的见证 在诗篇119章第105章里面也说着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从这里经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在世界行走的话 即使我们身边都是黑暗 但是一靠着圣经 我们就会有光照亮我们的人生 在罗马书第15章第4节里面也说着 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 在罗马书第15章第4节里面也说着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圣经我们会学习到 在我们以后要走的路 我们应该要怎么行走呢 第二个思考的方向是我们要经常祷告 在底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里面也说 带群了 所以在里面神教到我们 我们要去恳求祷告和带球和感恩 在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教导我们要选择平安安稳的地方来去祷告 所以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无论我们有多繁忙 在开始的第一天里面我们就要用祷告来开始我们的日子 所以还有我们需要每天都靠着神 与神通行来过每一天 在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每天都要跟神一起来祷告来交流 第三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语 在诗篇119篇第27节里面说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 我就默想你的奇妙 所以我们不单单要思想默想他的训词我们需要默想以及感恩神所做的奇妙的恩典 第四我们需要遵从顺服神的话 所以圣摩尔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集里面说 圣摩尔说 耶和华喜悦般祭和平安祭 其向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 听从善过献祭 听命善过公养的自由 听从善过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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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从善过公养的自由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如果我们不遵从神的话的话 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会面临神的心法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话 我们需要远离神不喜欢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献王祭下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在献王祭下第五章 第1到14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奈曼的故事 在军长奈曼 他是得到一个麻风病的一位士官 所以在家中 他有一个从以色列地如来的一个小女孩 所以这个女孩是她建议她的主人去见先知以利亚 所以这个女孩 她相信如果是伊丽莎的话 她可以治好她主人的麻风病 所以在第10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伊丽莎拍前一个时节去见她说 他说 你去在约登河周沐浴期次 我去约登河周沐浴期次 我来说 作词 跟她讲去约登河里沐浴期次 我们现在还要去约登河里沐浴期次 我去约登河周沐浴期次 我去约登河 去约登河周沐浴期次 神知跟她讲去约登河里沐浴期次 但起初那一面是不需要 啊 不想尊重的 所以起初奈曼怎么想的呢 他是说他起初他是认为这些这个先知会怎么样医治他的呢 我们在11节里面可以看到说 我以为他必会出来振折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 向这换处摇手捷径这把封闭 所以奈曼提出是他是希望这些先知 就是站在他的场前就用他的手来医治他这个毛分病 但是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奈曼学习了那个顺服 从神的先知那边学习了顺服 所以他才会得到这个医治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学习到我们要放弃一些自我的一些主张 所以这样我们才会看到神 所以如果我们要与神同心的话 那第一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要读圣经 第二我们读圣经好了我们就要祷告 第三不只是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也要需要默想神的话语 所以第四我们如认识神教导我们要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顺从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提示以上的所说我们要遵从的话 我们就会能够与神同心 会会有得到一个与神同心的日子 好吗 感谢您是 苦久了 居然来 不然这样 我认识当识胜 devil 我认识 JW 与师坡 有两个女孩 我认识 我�m Bella 钊 我许